9 蕭童文連用三招 耗不住哭哭兒 我們家瓜瓜很少會這個樣子 今天跟姊姊吵架了 一直哭不停 哪有 瓜瓜別哭啦 前主播蕭童文 揚醒出三招讓兒子不哭哭 第一招拿出有聲音的玩具 喂喂喂 請問你找誰 啊 你找阿瓜嗎 瓜瓜找你的 你會發現可以馬上 就可以停止他的哭泣 因為小朋友他只要 對於有聲音的東西 會吸引住 根本沒用嘛 媽媽在記住第二招 看看會動的玩具 能不能撐住瓜瓜 瓜瓜是這裡 好像都沒有什麼用 怎麼辦呢 好 這時候在我們家 可能就會是第三招 然後我們取上鏡子 瓜瓜 是誰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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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喔 瓜瓜怎麼一直哭 好臭喔 原來是妙夫家娃 我好可憐 有了動經文 這位媽媽很天耶 包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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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